戴褲,兩個短橫 這兩個鞋皮納都好明顯 納都非常飽滿,適合初學 可以練習這種飽滿精確的感覺 剪 測一下,讓它產生一種弧度的感覺 起來以後,敵人再挑上去 這邊的皮就非常的短 但是這邊的鈉就不用客氣了 非常的飽滿 要向中間集中,這裡是中弓 所以裡面的結構是向中間集中 這口不要寫太扁喔,寫太扁到時候兩個口就塞不進去 好,間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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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均勻啊,均間 點 帶回來 再點 點都通常有一種流動感喔 不要把它寫的 黏死在那裡 這個點,因為拉動而產生一種流動感 腳 腳低,又來了,重案 速化也是重 測一下 測一下目的是讓它產生這個斜角 從低到高,串上去 然後這個點又很厚重 輕盈的 再來撇 點 我都覺得它略有流動 所以它的點的話 都有點扭轉所產生的效果 撇短 納長 而且這裡納弧度都非常的優美 翹起來 拿開 上輸 這都寫得很重 那毛筆都壓到一個極致 上是扁的 這邊測一下 收回去 既然是扁的 你的橫畫就要夠 弧度夠長 拉得夠開 側過來 它這裡是上 每次這個地方起筆都 跟其他不太一樣 剛才那個上也是如此 這個上也是如此 那表示 連續兩次了 表示這是它的習慣 輸 第三次出現 稍微帶一下 前面不是尖的 後面 點一下 成成骨結 這裡 橫畫 又要開始玩 軍艦的遊戲 間隔距離 要一致 重案 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粗細的差距是 四倍左右 四五倍都有 不用尺量 是大概而已 所以那個差距要出來 我們可以常發現 很多人字不精彩 就是因為粗細的差距 實在太少了 他可能寫個兩倍 就很高興 可是看起來 這好像已經非常多倍了 好 嘟 就第一行寫 短短的 但是還是有點重量 然後長的時候 就一定偏細 就短橫 事實上是可以加粗 但長橫的話 通常都偏細 好 短橫偏細 直畫 右邊也比較長 然後橫畫 這裡是挑上去的 這個挑上去 目的其實 準備接這一邊 這很特別 然後注意這個間隔 橫畫間隔 隨時要注意到間隔距離 對不對 寫楷書 如果間隔距離不對 怎麼寫都怪 覺得那個 蓋房子 沒蓋好的感覺 好 這一個通常 會扭轉出來 這一個又縮了一點點 折一下 然後它出來 它那種動作都很明顯 轉折很明顯 然後再來是 很重很重很重 它的撇其實 它的縮畫其實不直耶 通常到最後有點 側了一點點的感覺 關 棋皮以後 巴洞下來 這個是 術畫往旁邊側 側一下以後 經過扭轉回來 再寫一個 再折一下 再往內 彈進去 然後 起筆以後 拉下來 也是一個 煞車停住的動作 然後注意看間隔距離 這個間隔距離 上面的口通常比較小 下面的口通常比較大 這樣才穩定 跟蝶羅漢一樣 上面的個子要小 下面的個子要撞 狼 點 折 橫畫細 短橫後面不碰到 細的 這個狼寫的好瘦 在所有肢體裡面 這個狼大概算起來算瘦的 點 耳朵旁 右下腳會比較出去 再彈進來 然後再彈進去 術畫 略側一點點 略側 這條線並不在直線上 稍微側左邊一點點 中 漆皮 拉動一下 中偏扁 折 偏扁 所以這張開距離不要太遠 然後在中間這個中 倒是寫的比較正 垂入 又厚又正 中 中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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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 中間 darling 中間 那 中間 可以 中間 中間 全會 到